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次的天氣報告 我是黃德勤 現時來說 航冷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 大家要注重保暖 我們預計明天氣溫明顯顯著下降 大約到最低氣溫11度左右 而星期五早上最低氣溫大約只有12度 未來一兩天的天氣明顯凍很多 大家要注重保暖 到周末期間我們預計的天氣仍然相當清涼 大約只有14至17度之間 看看今日最高氣溫分佈的情況 大部份地區都介乎在19度左右 轉個看衛星運動 可以見到在華南元朗來說 都是受到一些雲層所覆蓋住 主要來說都是一些中雲和低雲 代表我們今日多雲的天氣 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我們預計是脈雲有雨 初時是吹和緩的東風 晚間北風會增強 天氣會轉冷 明天市區的氣溫由初時大約16度左右 會顯著下降到最低氣溫大約只有11度 身價會再低一兩度 而氣壓的預報 也可以見到在明天的時間和後日的時間 我們仍然是受到冬季季候風影響 天氣都是比較冷的 由氣溫的預報也可以見到 一些藍藍紫紫比較冷的空氣 在今晚的時間仍然團職在華南較北的地區 去到明早的時間和後早的時間 這些冷的空氣已經向南擴散至廣東猿龍一帶 去到天氣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明天星期五的天氣仍然是紅暗和有幾陣雨 而周末期間天氣仍然相當清冷 這次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